小伙伴们好呀,我是够角,本期介绍一部只有13分钟,豆瓣评分却高达9.2分的法国微电影《调音诗》 伴随着舒缓的钢琴声,男主开始一段内心独白 男主光着身子,只穿了一双袜子和一条内裤,面无表情地弹奏着钢琴 旁边坐着一个同样面无表情的老头,身后还站着一个穿黑衣服的女人 似乎在监视着她,砰的一声,片名出现 男主学习钢琴已经15年了,巅峰时期一度被称为钢琴天才 然而却因紧张过度在她梦寐以求的钢琴大赛上功败吹成 从此一蹶不振,女友也离开了她 为了逃离失败的阴影,她开始假扮盲人做了钢琴跳音师 慢慢的,男主发现假扮盲人能给她带来不一样的待遇体验 人们因为她是盲人而放松戒备,甚至因为她是盲人 连小费都可以比以前多拿一些 运气好的时候还会碰到美女脱下衣服在她面前跳舞 男主仿佛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 在与上司聊天的时候,上司说她是个偷K狂 并问她为什么要装成一个瞎子 男主回答,人们认为失去会让我们变得更加感性 我说我是盲人跳音师,那客户肯定会觉得我的听觉异于常人 所以我决定做个盲人 上司劝她不要再这样下去,万一被发现会损坏公司名誉 可男主却说我的演技让人看不出破绽 于是男主表演了盲人结账 服务员少给了男主钱 男主便说纸币的大小不对,你少给我钱了 别以为我是盲人,就可以欺骗我 一天,男主来到一个新客户家里 按了两声门铃后,没有人来开门,也没有任何动静 男主便拿出随身的小本子 确认了自己没有来错地方后,又按了几声门铃 这只里面传来一个中年妇女的声音 妇女说她老公出去了,让男主改天再来 但男主说自己是个盲人,来一次很不容易 然后又继续按门铃 这时候房间的大门才慢慢打开 男主走进屋子,但她没有注意对面邻居的门开了 一个老妇人摊出头来,一脸诡异的表情 男主进屋后,妇女反锁了大门 从声音来判断,至少连上了两道锁 男主刚进到屋里,由于光线昏暗 男主踩到地面的液体不慎滑倒 妇女抱歉地对她说,最近家里正在装修 她踩到的是油漆 可男主却看到自己的手上以及身上沾满了鲜血 而沙发上正有一具尸体 这个尸体就是短片刚开始的老头 老头的太阳穴被射了三根枪钉 妇女摘下男主的眼睛,端详着男主的眼睛 却被男主定制的眼睛蒙混过去 随后妇女又说,你的衣服上都是油漆 让男主把衣服脱下来,帮她清洗 假装盲人的男主看到了这一切 现在摆在她面前有两条路 一条是撕破伪装,马上逃出去 另一条是继续假装下去 一条道走到黑 看来男主对自己的眼睛相当自信 所以她选择了第二路 男主光着身子,假装镇定继续调音 还不断安慰着自己 我表现得非常自然,都能拿奥斯卡吧 但随即男主意识到自己的大衣口袋里 放着一个小本子 一个盲人怎么会装着这个东西呢 男主正慌愣的时候,妇女出来了 她来到男主身后 手里拿着钉枪,对准男主的后脑勺 短片在男主的钢琴演奏中结束 有短片开头那砰的一声判断 妇女应该是扣动了扳机 短片虽然只有13分钟 但给人的感觉就像经历了一部大片 无论是配乐,镜头 还是各种细节处理都很到位 让人看完,细思极恐 值得反复品味 如果你就是那个调音师 你又会做何选择呢 好了,本期电影就到这里 我是顾九 下期再见了 我们下期再见了